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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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馒头 跟大家say hi 真是你的小爪子 Hello so cute 我们给他们表演一下 我们最近练的一首歌好不好 如果你不开心你就笑一笑 哈哈哈哈 如果你很开心你就拍拍手 啪啪 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但你又很想要开心 那就请你笑一笑再拍拍手 哈哈哈哈 哎 哈喽 大哥 我给你买的猫粮都白买了对吗 啊 让你配合我拍个视频就这么难吗 哈喽 猫主子 主子 哎呦 还拒绝我 嗯 好吧 那你去吧 哎 我们家馒头真的是太不受控制了 那我就再来一个开场 大家好 我就是奋斗在减肥路上人味成功的胖仙女 Julie 今天我要去做一件我很久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紧张的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我要去德语学校参加一个语言水平考试 这个考试就决定了我之后会在哪一个level 哎呦 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会在最低的那一档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说德语了 那正好呢 那在今天去的路上我就回答一下大家平时会留言给我 问我的一些关于学习语言的经验 哇塞 这里真的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应该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马美妆博主的原因 因为家里实在是太乱了 oh my god 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理啊 好了 化个小妆 之前呢因为我要陪我老公回去读书 在德国呢他们有一个规定 如果你要在德国居住一段时间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家庭签证 获得这个签证的要求呢 就是你必须去参加他们一个AE的一个考试 成绩合格以后 德国大使馆才会给你发这个签证 那我就只能硬着头皮上去学德语啦 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就去了上海的同济大学 刘德鱼被不学的德语 我发现他们在语法部分会教的比较扎实 德语这个东西啊 学过的人都知道 它不像英语 你要是语法不好啊 光背单词是没有用的啊 他们有很多的变个 dea di das这种 就算你单词背的多 你语法用的不对 放在一起 德国人还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画眉毛了 我最怕画眉毛 后来我成功的考了一百分 我把我的成绩带去给那个签证官 他给我梳大拇指哦 他说哇真的很厉害 很少有人能考到一百分 哈 我不是骄傲 我真的不是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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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老公去了德国以后呢 我又在当地的德国语言学校 学习了一年的德语 我发现他们那边呢 就会比较注重开口说话 会逼着我去做一些情景对话 跟我的partner也好啊 去餐馆里面吃饭啊 甚至是跟警察的互动 他们都会逼着我们不停的去锻炼 不停的去练习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你把一个基础打好了以后 再去深入这个地方 学习这个地方的语言 其实这样的办法真的是挺不错的 美美美的 好 挑衣服去 今天去考试就穿的学生一点 好 叔叔好 我觉得啊 这个就要根据你们自己的性格来决定了 其实我现在请了一名私教德语老师 我的老师也真的是非常棒 非常的专业 但我发现一对一的学习可能有一点小无聊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哎呀大家热闹一点的在一起 有一个讨论的气氛 有一个学习氛围这样的环境 所以呢我今天去参加了这个考试 就是会确定一下我的等级 帮我分班 然后呢我就想同时参加私教和面授的课程 这样我又可以拥有一个大家学习的这个气氛环境 又可以拥有私教老师的这种就是盯着你啊 有时候人还是会偷懒嘛 所以说有一个人这样盯着你也是很好的 那至于网络课程 我还是建议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时间做安排 因为一般网校的话呢 它的价格也会比较实惠 上课的时间也比较flexible 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比较忙 而且预算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试一下网络课程 加油加油考试 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 考试错要迟到 感觉回到了高中时代 老师好 好紧张 真的很奇怪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知道我被分在哪个level了 哎哟 这个好紧张呀 这个好紧张呀 不肯教我说德语 是因为呢我们福哥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度中文痴迷患者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他只和我说中文 他不喜欢跟我说德语 他现在说话思考的这个方式 也是中式的思维 他跟他妈妈视频的时候 他妈妈都会笑他 哎你怎么现在德语讲着讲着 就开始会冒一些中文单词出来 我都听不懂啊 所以说现在让他教我德语呢 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其次就是我老公 其实他不是老师 他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专业的训练 所以有时候我问到他一些什么点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 因为他是一个母语者 所以有一些东西就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了 就可能这些思维逻辑性就没有这么强 但老师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 他们就会去找一些比较有趣的例子 跟我们说 穿插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最后呢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烦的学生 而且特别喜欢死科 所以呢 最好不要叫我老公教我了 我怕会影响我们美好的婚姻生活 还是给大家彼此一点空间吧 加油 哎呦 这个不能看 不过我应该都跟你们说过了 我一直叫我八九年的老蚂蚁 口语期写了我的书 哎呀 领着信书的感觉真是好 那刚刚老师也说了 我现在的这个程度呢 其实是可以到A2的水平了 他还说我的口语其实是比较好的 但是语法部分还是有很多的小问题 不过我要说德语的语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现在我会从A2开始学习 呦呦呦呦 还是蛮开心的 还好没有跌到A1的水平 如果是跌到了A1这个等级 我觉得阿福应该会对我很失望吧 好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我也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好吗 那今天我也回答了你们一些关于学习语言的问题 如果你们在学习语言中还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给我留个言 我也会随时给大家说一下我学德语的一些近况 也会鼓励大家努力学习 努力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努力有一门技能在自己的手上好吗 一起加油 我就是奋斗在减肥路上还会成功的碰仙女主理 虽然这期视频跟减肥没有关系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enjoy 好吗 爱你们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转发一下 如果有更多的人支持我 我会很开心的 还要记得今天我的歌啊 如果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 拜拜